周天成在超级系列赛总决赛开湖 记者跟词如摄影 资料照 分享 第一局末段虽小欲乱流 我国语求一个周天成 今天仍在BWF年终大赛 超级系列赛总决赛 以两个21比18击败印度斯里坎 首胜入带 明天预赛最终战将挑战丹麦世界球王维克托 争夺分组最后一张四枪门票 超级系列赛总决赛 各项只有八组选手 预赛分成两组 单循环后取前二晋级四强 小天昨天直落二输给大陆小将石宇齐 今天碰印度斯里坎胜场开张 和今天三局大战输给石宇齐的维克托同为一胜一败 两人明天将正另张晋级门票 斯里坎则提前出局 小天的开湖战打得惊心动魄 首局他先取得19比9的大幅度领先 但取得20点12分优势后却久攻不下 直到第六个局末点才靠斯里坎杀球出界 金浅先下一城 第二局小天最多以9点13分落后 但他先追到18点18分平手 在靠强劲杀球拿下第19分接续斯里坎的小球被判界内 小天挑战成功拿到赛末点最终更是第一个机会就把握 再以21点18分拿下比赛 小天是今天最后出场的台江 在他之前位于女双B组的徐亚秦吴蒂荣 先胜后衰22点20分13点21分17点21分 遭丹麦组和彼得森尤尔吞下二连败 由于彼得森尤尔和同组的日本组合辅导游记广天采花都已是二连胜在首 两组人马确定其首晋级 徐亚秦吴蒂荣和明天对手南韩郑景云深深战斗无缘晋级 台江令组双打代表双李佩丽杨李哲辉 今天以14点21分19点21分 布迪丹麦名将组合鲍衣摩根森 二连败在身同样提前出局 明天汉只能汉一样遭淘汰的日本保木卓郎小林优五场开湖 寻求女单未免的世界球后戴资影 今天虽以18点21分16点21分不敌泰国一姐伊瑟农 仍有晋级机会 他只要明天击败南韩对手成池炫 就能汉伊瑟农之后站上四强